好了沒 好了好了 OK 來了 娛樂 Check 生活 Check 流行 Check 我是Amy 李明依 Are you ready? 和我一起打開 娛樂 生活 流行畫夾子 一同開麥啦 这里是一同開麥啦 我是Amy 李明依 在礼拜四的一同開麥啦 我们一开始听到这个慢领魂 事实上呢 其实呢 我们要带领大家 到这个桃園 好好地来参加 一连串的 非常有意思的 对你的灵魂 也很有帮助的活动 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呢 为大家访问的是 桃園市政府文化 菊秋正深局长 哈喽 局长你好 Amy 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不错 你没有叫我姐 你有反应过来 叫Amy 好 这个局长 来跟大家聊一下 桃園文创博览会 以及2030永续发展目标 就是说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博览会 嗯 好的 我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 桃園文化创业产业博览会 它是充分地展现我们桃園市过去多年来发展所呈现的文化能量 当然这种文化创意的能量是多方面的 它可能是跟我们的整个族群发展多元文化 或者跟我们的展演艺术 或者跟我们的环境永续 都有关系 各个面向都有关系 尤其桃園是一个多元族群的城市 我们有闽南人 客家人 原住民 我们有外省的这个族群 甚至有新住民也非常多 所以多元的这些族群 它就反映展现出来的这种多元文化面貌 就非常非常的丰富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样一个展览里面 充分把它呈现出来 同时对于我们可能的这个永续农业 还是这个教育的议题 青年的议题也都有所琢磨 所以这是一个很多元的一个文博会的一个呈现方式 而且它就是说的确也是多元 然后又跨年纪 因为你们还有提到就是说 它永续经营 而且它非常的多种样貌 然后又可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其实我讲白一点 就是听众朋友你们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喜欢看展览的可以看展览 喜欢看表演的有表演 喜欢这个自己下去体验的有体验 想要学习的 你也可以就是说带着一家大小来学习 然后都是很自然的 在这当中让大家就感受到了 对对对 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整个文博会包含有七个主题展馆 有不同的主题 待会我们可以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然后我们也有相关的这些市集 品牌的展售会 都是我们桃园地区在地很精彩的品牌 的这些呈现跟销售 另外我们当然也有这些比较深度的论坛 还有很多大家特别喜爱的工作方 是可以让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来体验的各种工作方 当然也这个明不了还有很多精彩的表演活动 对对对对对 尤其真的大家把握机会就剩这个周末了是到10号 对对对 OK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到节目的现场 就带大家来深入了解 因为他们其实分很多区 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在节目里面完全的 全然全部的介绍完毕 那当然大家也可以上这个桃园市政府的官网 是 然后去查询 然后我们等一下回来再请局长的 我们有一些呢 比较特别的 我们好好的来跟大家来介绍 好 Are you ready? 一起打开娱乐生活流行画夹子 地同开卖啦 Cosy Diary 亲日记深呼吸 是的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常常真的就要放松自己 那很感谢 就是桃园市政府 其实他们这次举办了 这个桃园文创博览会 那日期只到12月10号 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为大家访问的 就是桃园市政府文化局 秋正深局长 哈喽局长 Honey好 可以再跟大家打一次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的声音很适合做广播 对啊 做过 是不是 很好听的声音 好 所以 其实呢 我们希望大家 就是呢 更深入的了解 就是这一次 我觉得很特别的是 桃园文创博览会呢 这一次的主题 桃园超有种 那个种啊 就你知道 你知道我们的这个 中文字啊 博大精神 可以是品种 也可以是种树的种 对 就是 波音字 所以请这个局长 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桃园超有种 是 是哪几种 我们这是这个超有种的一方面 主要是谈说 桃园呢 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城市 那这里头整个策展的主軸 是从一种生物学的这个遗传学里面 谈我们的这个遗传 谈我们的这个基因重组 谈这个突变 从这里来谈说我们一个文化 从长久的这个文化基因 一路发展 随着这个城市发展之后 慢慢它可能产生很多变异 因为族群的迁徙 因为这个工业农业 不同的这个产业发展 而产生很多变异 所以最后它呈现出来的面貌 它就是一个 呃我们说的这个超有种的形态 那么这超有种的形态里面呢 我们就用七个主题 来呈现桃园超有种 这里面呢 我们这是主题 包括有谈艺术的部分 有个一个艺形种 然后呢 水系种呢 我们主要是谈这个整个 桃园的内陆水文 原住民文化 那我们有新生种 谈的是桃园的在地农业的这个发展 另外呢 我们有个迷你种 它是儿童游戏权 共农式的这个游具 这些教育理念的发展 另外有个生文种呢 就要充分呈现出桃园的多元族群 它所用不同的声音 来呈现出文化 那用不同的音乐 来呈现出它文化艺术的展现 那另外呢 未来种谈的就是说我们很多的高校生 他对于现在跟未来的看法 所以比较是未来性发展的一些眼光 由年轻人来看城市未来发展的一直角度 来做这个展览 很有意思哦 那另外呢 柯一种谈的是一个城市 它同时是一个高科技的发展的脉络当中 同时它也这个文化的这个文化艺术的发展 所以它变成有一种科技艺术的这个融合的发展 那这也是桃园现在发展这个文化艺术里面的很重要一个轴线 所以又有一个展馆专门来做这方面的介绍 哇就有关于文化传承 然后又再加上科技艺术 哇桃园也太多元了 也包容太多事情 然后可能真的就像这个局长说的 因为你说从一开始从这个基因的这个疫情总展馆 就一路这样子超油种这样子过来 就是说其实经过这么多年 桃园的变化当然是逐年逐年的 因为人口因为这个加入的族群 然后年纪 就是所以各式各样的 所以呢这次的这个桃园文创博览会呢 就特别的多元 那请教今年是第几届了 今年是第三届 我们大概两年或三年才会办理一届 OK好 所以距离上一次大家已经期待很久了 对三年前 所以这次你不能再错过了 好那在这个周末啊 就是当然请这个局长呢 你可以告诉大家 特别介绍几个你觉得很值得 大家就是去关注的 除了刚刚讲的这个展览主题 很值得大家深入去参访去了解之外 那么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体验型的课程 那在这个周末呢 我们还有两场非常重要的 一个是12月8号 礼拜五 我们有一个声文总的这个工作坊的课程活动 它是呢 谈客家八音的这个音乐乐器的体验 哇客家八音 哇塞 一般人就可以去参与体验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在桃园这个客家人呢 有九十几万人口 那闽南人也有一百多万人口 所以这个族群人口都是非常多 所以我们这次特别安排的这个客家八音 那另外呢 在这个12月9号星期六呢 我们还有一场这个嘻哈创作工作营 这是年轻人特别喜爱 当然很喜欢的 是 那所以呢 如果说这个听众朋友 或者家里面的这个年轻人 那你你或者也不是说年轻人 中年人你想了解怎么回事也可以啦 对对对 那你就可以来参加这个嘻哈创作工作方 对对 那另外12月8号呢 还有一个跟柯艺种的主题有关的 我们是做家将联谱的这个绘画 是一个八家将吗 对 是 因为它呈现了一种艺术呈现的这个方式 是 而且它这个八家将的这个脸谱 它其实是就是属于我们这个台湾 就特有的文化 特有的文化这样子 对对对 哦 它的脸谱绘画体验 是 好特别哦 OK 另外呢 还有一个这个跟柯艺种有关的这个主题呢 我们处理的是这个儿童的这个街道游戏 的这种体验的工作方 OK 是在礼拜天的时候 对 在礼拜天的时候 儿童街道游戏啊 街道游戏那你们要封街吗 没有 我们在这个文创园区里头有个很特 独特的这个草沟区哦 哦 那个区就够了 对 然后我们展馆里面呢 也有这个儿童的体验设施 OK 所以大家就可以直接到这个展馆里面 对对对 就可以来参加 对对对 好 那这个是这个呃 周末的时候 然后还有表演的咧 对 还有这个表演的部分哦 嗯 嗯 进行 OK 好 那让大家呢 就是又可以有这个Sunset 对 这个的Feel 傍晚的时候 然后参加这个Live DJ的音乐展演 同时呢 还有这个这个艺人的演出 对 那这个另外呢 除了这个之外在我们的声闻总 嗯 刚刚讲了说 我们有不同的族群的声音 是 这个这个展场 我们是透过田野调查的方式 去收集了呃 闽客原住民呃 跟这个新住民 是 还有这个 包括新住民也很特别 包括外省的这些声音采集 以及他们的歌谣等等呢 哇 重新再去mix成了一个展场的音乐 那在这里面当然还有这些 关于原住民祈祷的这个这个 这个演唱的音乐 通通融合在里面去 是 所以呢 有一个展馆叫声闻总嘛 那这个声闻的这个现场呢 我们在12月9号 礼拜六的下午4点半 啊 还有一个 现场的演出 合作的艺人的一个现场的演出 OK 好 所以本来的这个声闻展呢 它里面呢 就已经让大家就是可以去 呃 听到 对 就是你们已经做的这些融合 包括就是真的这么多元的族群 然后他们有他们不同的歌谣 是 而且都很特别 而且有一些像我们知道这个原住民的 他们根本都是口传的 是 那根本就是文字也记载 来不了的 然后呢 就代代这样相传 然后包括他们的音乐也是非常非常的独特 对 对 所以那在这个呃 礼拜六的时候 有一个时段是特别就是 合作的艺人还会现场 对 是是是 哦 好 OK 嗯 好 那最后 礼拜天还有一个这个闭幕展 对 呃 闭幕部分大概就是最后结束的时候 有一个呃 简单的这个户外的表演 是 是是 是 但是呢最重要的是我们周末区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我们整个呃 中原文创园区的这个中央草沟区 我们有很多结合的这些在地的品牌美食 是 大家很悠闲的在这边闲逛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就品尝我们各种在地美食 OK 所以 我跟你讲 我啊 就是那种很喜欢逛很喜欢买很喜欢吃的人 就是说你一边看表演一边看展览 你总不能 对不对 总不能不吃不喝吧 对对 吃吃喝喝 对 吃吃喝喝 买买这样子 哇 非常的丰富哦 OK 好 我们休息一下呢 稍后呢 回到一同开麦拉节目现场 Are you ready? 一起打开娱乐 生活 流行画夹子 一同开麦拉 这里是一同开麦拉 我是Amy李明依 今天呢 特别跟大家介绍的是 这一次2023桃园文创博览会 事实上呢 她们从11月底就开始了 那一直到这个假日12月10号结束 所以提醒大家 如果你还没有来参加的话呢 你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周末 然后呢 她们呢 有非常多的各色的 非常桃园游种各种种 各种种的这个展览馆以及表演区 那在我们的节目现场的为大家访问的 就是桃园市政府文化局的邱正胜 是Amy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局长因为呢 我们刚刚也有跟大家介绍了 就是真的很丰富 而且也真的就是适合各个年龄 然后又让大家了解到说 桃园的确是一个大家庭 就是说各种的族群 但是呢 好像也有带到就是2030永续发展目标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这个2030永续发展目标 这个是联合国整个对于永续环境 有定下了一个目标 就2030要需要或是希望能够达到 希望达到了某一些这个目标 有颁定的一些指标 那当然我们希望做一个永续发展的城市 就必须依照这些指标来做各种施政 以及当然我们的展览里面也必须来符合这些指标的方向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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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拜文这些文化活动或是市集 在整个的环境大自然跟人文的结合的同时 还要理解到就是说这个永续 就是不能够去破坏这些环境之外 还要教育我们的市民以及我们的下一代 那我简单讲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异形种 这个是我们这个七个展馆里面的第一个 那我们在里面的设置就是用这个大雅电缆 用过的这个电缆 然后去做一个927公尺的一个用这些线 然后做成一个大型的装置 那这个装置里面它就不特定的 就会有这个灯光的闪烁 然后会有一种讯息的传递的概念 我们传递就是说我们整个文博会 里面各种的这个内容 那但是这里面呢 我们所有用的这个合作的这个电缆公司 材料 甚至模型的测试呢 就非常的符合我们在这个SDGs里面 讲的说责任消费跟生产 这样一个永续的概念 然后再利用 再利用 然后希望透过这种跨产业的合作的方式 来实现这种能源资源的这种有效的循环利用 对其实呢这几年当中呢 大家呢对于就是环境的永续 都会尽量 就是如果已经有的那些东西 让它现在不能够使用了 但是呢你就把它再利用 那成为一个装置艺术 那对于我们的下一代 甚至其实对于你跟我都有提醒 跟教育的作用 是是是 ok 又好比说我们在这个SDGs里面 有一个第十七项的指标 叫做多元伙伴关系 他谈是要建立多元伙伴关系 然后促成永续愿景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 比如说我们的升文总的展馆 我们刚谈我们有五大的族群 对不对 所以这种多元族群多元包容 这些呢就非常符合这样一个目标 是是也跟永续发展是有关系的嘛 就是对就是让每一个族群都能够有声音被大家听见 对然后他们的文化也能够被传承下来 是是对 又好比说呃在这个永续目标里头的第十项 是他说希望呢能够减少国内国家间的这种不平等 挖掘多元的社会创新模式 对这个也符合我们在升文总里面不断强调了 这些多元共融的这种呃展示的这个内容 是那另外像我们呃第十一项呢 这个指标有特别谈到说永续城乡 要积极保护我们的文化跟自然遗产 是还有呢希望在这块土地上我们共同的这些 回忆啦历史轨迹的人文景观能够被保护 那这件事情呢在我们这个水系种的展馆当中 我们就特别展示了从这个呃桃园 好复兴乡大岸西好往下 整个发展一直到城区 整个的这个城市水文的发展好那么从上游 一直到这个复兴当到这个大西 所有的这个呃人文水文 是 等等的这个呃 还有他的原住民的这个文化等等 是 他就是非常的符合我们在谈永续城乡的这样一个 哇 啊我桃园好进步哦 对 有走在其他城市的前面呢 对对对对对 就是说我们在施政过程还要兼顾很多这个 没错 整个世界 对未来的一些要求 我觉得就是说 共同愿景 没错没错 一个一个一个呃 呃 城市的呃文创发展或是说呃 要办活动 但是你不能不去了解到现在世界 和轨迹哈 毕竟我们城市都必须要跟世界接轨嘛 对 ok 像我们在谈科一种谈科技跟人文艺术 现在这个跨领域的发展 那我们往往发现说这十几年来 所有的科技艺术的发展到最后 都成为主流商业啊 里头的一种呃展现形式 是 甚至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数位科技的发展 是 都跟原原本的这些科技艺术发展的原型啊 有关 是 那所以这个事情呢 就非常的符合了我们这个核心目标第八个 我们就希望说能够呢 呃合适的去推动 是 永续的经济成长 是 那因为这种跨界创新 他对永续经济成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跨界创新 对 哦 ok 哎我觉得真的是大家可以从参加 这样子的一个文创博览会 不管你是去玩 或是去看 去感受 全家大小 你都可以就是真的在里面呢 有一些启发 哎 是是是 没错 对 好那呃 其实这一次的这个就是包括周末的这个表演的部分啊 是不是就是呃 大家其实都是免费入场自由入场进出呢 全部 对全部都是免费 但是那个在炒过去中间我们所有的品牌展售 那当然 那当然 你要买你要买吃的 或是你要去那个买你要就是支持好在地的这个产品的话 你当然要花钱哦 对对对 我觉得呃每一次参加像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然后就就像我刚之前讲我很爱逛这个市集啦 好因为我觉得除了呃看展览跟表演之外 其实逛这些市集你也就是支持在地商家嘛 对是是是 好那事实上其实支持在地商家呢也是环保的一种 对 没错没错是 对吧 就是免运嘛 对是是是 对 然后请对请大家自己呢就是呃 呃带这个环保杯环保袋 对 就养成这个习惯 是是是 我们地产地销 对对对 没错没错就是自己自己自己就在地的这样子 是是OK好 其实呢呃我看到这一次的这个呃桃园文创博览会 他们一路过来 哇之前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呃多样 你看他们有手冲咖啡 有果冻花工作坊 对对 然后你看好多体验 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呃舞蹈声光演出 那没关系你已经错过了 你还你就这个周末呢你不要再错过了 是是是好不好 就有一些的展览还是可以去好好的详细的去呃去看一下 那我觉得我也我也觉得身为一个家长啦 这个就是我们教育下一代一个很好的方式 对对对 很自然的 是 全家大小 嗯 出来走一走看一看你就已经 对我们这是到现场呢 我们那个新生动里面啦是因为在地的农业 我们在地的茶叶在地的水果 对我们可以调和出四种专属的口味 在别的地方没有 是不是 四种专属口味 而且是现场吧台直接有这个帮大家调制的选项 而且是用在地农场 对特别去制作的 对我就觉得这个是真的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哦就是说听众朋友你们到现场去去去体验这个 然后呢你喝到的真是外面没的 我们叫做陶窑 陶窑 陶窑 手窑 陶窑 对 欸不错 陶窑超有种 然后陶窑手窑 对对对 你一定要去喝一杯这样子 好OK 谢谢这个局长 那我们休息一下呢 稍后回到节目的现场 好的谢谢 Are you ready? 一起打开娱乐 生活 流行画夹子 一同开麦啦 Alright 欢迎回到一同开麦啦 我是Amy李明依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呢 是特别跟大家介绍 这一次2023桃园文创博览会 就到12月10号 那么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呢 是桃园市政府文化局的局长 邱震申局长 局长 最后要跟大家介绍这个蛮有趣的东西 对 呃我们这次文博会呢 在中原文创园区 然后我们七个主题嘛 是 所以我们的七个主题呢 我们七 我们有这个设计出七只这个超优种的生物 就未来种 异形种 每一个都有一个象征性的这个 很像外太空生物啦 好 很像是元宇宙的生物 所以呢 我们特别在我们这个 一个叫做 意有桃园的平台上 我们就发行了这个NFT 要钱吗 不用钱 这个NFT只要到现场每个展览前面 扫QR Code就可以得到 好 就很像那个抓宝可梦一样 可以抓宝 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很爱玩的 那抓到之后呢 你可以收藏 数位收藏 另外我们也可以把它呼叫出来 好 就用AR的方式呢 去拍照 都能给合照 不只可以在现场拍 我们也可以把他带回台北 到中正经历 跟他这个呼叫出来 跟他拍照 哇 让我们桃园超有种的入侵台北 OK 哈哈哈 太特别了 好 真的很感谢 谢谢桃园市政府文化局的局长 邱正胜局长给我们介绍这么清楚 详细的这个 如果大家刚刚 就是一时也没有听得那么清楚的话 你可以上哪里 我们桃园博会有一个官方的粉丝页 也可以上我们桃园市文化局的 易游桃园的这个粉丝专页 好 都有一些介绍 OK 脸书 粉丝专页 去上面 然后呢 就祝福大家都可以收集到这些NFT 是是是 把他们叫出来 然后看你要去哪里 再跟他合照 对对对对 太特别了 OK 谢谢你局长 谢谢Emmy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 好 稍后呢 请大家持续的锁定POP大锅